北京时间12月17日 2021年羽毛球世锦赛 进入第五个比赛日 国宇一共打了9场比赛 6胜3负 截至目前 女单表现最出色 还有3人 而男单女双和男双都只有一个 一对中国选手了 接下来 国宇女单内战将上演 和冰胶对决韩月 两人将争夺一张女单4强门票 女单方面 韩月2比0击败李文山 首次晋级世锦赛8强 两局比分是21比19 21比19 韩月8禁四淘汰赛的对手 是和冰胶 后者21-13 21比10击败米亚 张义曼直落两局击败金家恩 首次晋级是锦赛8强 最引人关注的对决 是王芷一大战韩国名将安喜赢 苦战三局 王芷一息败 21-17 20-22 10-21 王芷一输得可惜 男单方面 陆光组出局 他0比2不敌斯里坎特 10-21 15-21 陆光组遭遇完败 赵俊鹏2比1 击败爱尔兰新兴软日 晋级8强 他将与拉克什亚 争夺半决赛的席位 女双方面 李问妹正宇1比2不敌 日本组合 颜永林中西贵硬 无援8强 陈清晨 贾亦凡 高歌猛进 在第二局落后的情况下 奋起直追 2比0击败 宏德里奇 蔡婉婷 晋级8强 男双方面 和季庭弹强2比1逆转 击败奥运铜牌得主谢定峰苏伟毅 混双方面 已经没有国宇选手 这个比赛日 国宇6胜3负 整体表现可圈可点 也就是说 5个单向产生8强后 女单还剩下3人 男单仅剩下一人 女双一队 男双一队 混双全军覆没 本届是锦赛 国宇派出了不少年轻球员 从目前情况来看 陈清晨贾亦凡是国宇夺冠的希望所在 当然 女单方面 国宇也有机会 因此 5个单向 国宇能够拿到两个冠军 就是巨大成功 即便拿一个冠军 也是可以接受的